大家好,欢迎观看《读书片刻》。 我和老公很早就想要孩子了, 只是因为工作和各方面原因, 一直到了今年二月份才怀上孩子。 怀上孩子之后,我心里特别紧张, 生怕有个意外什么的。 可是有些事根本防不住, 到了第九个月,我羊水突然破了, 孩子早产了。 孩子出生之后,就被送去了新生儿保温箱, 每天花费大概要七八千。 在待了五六天之后, 老公和婆婆去医院将孩子接回了家。 那天我满心期待地在家里等着, 只是孩子抱到手里之后, 我却愣住了。 因为在我记忆里, 我依稀记得医生说我生了个女儿, 可是现在抱在怀里的, 却是一个儿子。 我对着老公急声道, 老公? 不对, 我记得我生的是个女儿, 孩子是不是抱错了? 婆婆整理着孩子小衣服, 嚷着道, 什么抱错了? 那天孩子出来的时候, 我看了, 明明是个男孩。 小童, 我看你这几天浑浑噩噩的, 脸色也不好, 不会得了那个什么产后忧郁症了吧? 连自己生儿子生女儿都不记得了。 我生的是男孩, 我愣愣地看着怀里的孩子, 脑袋昏沉沉的。 这一段日子不知道怎么了, 我精神状态十分不好, 特别是生孩子那天, 也不知道是吓的, 还是其他原因, 整个人像丢了魂一样, 最后生了孩子, 连怎么出产房的都忘记了。 老婆, 你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 老公拿着一份出生证明, 对我笑着道, 一孕傻三年, 连自己生男生女都忘记了。 这几天, 我还是给你请个月嫂陪陪你吧。 妈给你做饭, 月嫂帮你带孩子, 你好好休息, 养养身子。 我一手拿着出生证明, 一手抱着孩子, 最后苦笑着点了点头, 看来自己是真的记忆错乱了。 婆婆也点头道, 小童身体这么差, 我要买菜做饭, 照顾不好她, 看来是该请个月嫂。 请个年纪和小童差不多大的, 陪小童说说话。 说完, 婆婆就伸手接过了我怀里的孩子, 满脸欢喜道, 哎哟, 奶奶的大孙子。 孙女哪有大孙子好啊, 还是我的大孙子好。 我看着婆婆满脸欢喜的样子, 心情也舒畅了几分, 特别是婆婆居然愿意给我请月嫂了, 这一点让我有些惊讶。 在我才怀孕的时候, 我和老公商量过请月嫂。 那时候婆婆很反对, 说浪费钱, 为了这事, 我们还争执了几句。 现在婆婆为了照顾我, 居然同意请月嫂了。 婆婆去了客厅, 我拉着老公, 好奇问道, 是你让妈同意请月嫂的吧? 我哪有那个本事啊? 妈是看你生了个大孙子, 心疼你, 所以才答应的, 老公笑着道, 母平子贵,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了。 我讽刺地想, 其实在怀上孩子之前, 我和婆婆关系不算好。 最主要的矛盾, 就是双方家庭原因。 我是独生子女, 在银行工作, 家是苏州市区的, 有四套房。 我爸活着的时候, 是机关退休老干部, 每个月退休工资都有七八千。 虽然算不上大富大贵, 但是也可以称得上家底丰厚。 老公家是隔壁省小县城的, 公共死得早, 婆婆开小卖部, 没什么家底。 就连现在我们住的房子, 都是我们家的。 双方家庭贫富差距有些大, 我倒是不在意。 不过婆婆对这些是很敏感, 总怕我看不起她和老公, 以前我爸在的时候, 就说我爸做人喜欢端着架子。 不管什么事, 婆婆总想压我一头。 只要我争执两句, 婆婆总会说我看不起她。 直到我怀孕了, 婆婆才对我好了些, 现在生了个儿子, 婆婆对我也更加照顾了。 过了一个多星期, 那天老公上班了, 婆婆领着一个年轻女人进了门。 女人挺漂亮, 俐落的马尾垫, 穿着得体, 看上去年龄不大, 二十多岁, 一脸素颜, 没化妆, 皮肤白白净净的。 一进门, 女人看着我怀里的孩子, 就笑着道, 童姐, 我叫王娟, 这就是孩子吧, 真可爱。 我来抱抱, 我看着王娟要过来, 便连忙道, 你没化妆吧? 没王娟摇了摇头, 认真道。 阿姨跟我说了, 孩子好像对化妆品过敏, 我正好平时也不化妆, 您放心吧, 我一定把孩子当亲儿子一样照顾。 对方很热情, 我听到这话, 便将孩子交给了对方。 王娟抱着孩子的样子很小心, 脸上满是笑容, 似乎真的很喜欢我孩子。 婆婆在边上道, 小童啊, 王娟这孩子挺好的, 我打听了好久才请来的。 你放心吧, 我收拾收拾做饭去。 婆婆去做饭了, 王娟带着孩子, 我也空闲了下来, 找了本书坐在阳台上看着, 暗地里也在观察王娟。 王娟对孩子很细心, 而且不怕脏。 给孩子换尿不湿, 洗屁股什么的, 一点也不嫌弃。 见到对方这么负责, 我心里也放心了。 王娟给孩子换了尿不湿, 然后就小心翼翼地 在阳台另一个小沙发上坐下了。 我看过去, 王娟脸上带着一丝歉意的笑容道, 童姐, 你在学习呀? 我不会打扰你吧? 我摇了摇头, 看了一眼王娟的胸口道, 就是随便无聊看看。 王娟, 你孩子没多大吧? 啊, 王娟愣了一下, 脸色尴尬道, 童姐, 你, 你看出来了呀。 我笑道, 这有什么看不出来的? 正常女人这么古的, 要么是做的, 要么就是哺乳期。 我以前比现在要小一半, 还不是因为这个小家伙, 才变成现在这样的。 这个呀, 王娟笑了一下道, 童姐眼睛真厉害, 我孩子是没多大, 才半岁, 平时都是我妈带的。 我随口道, 哦, 那你老公呢? 我老公, 王娟沉默了片刻, 回应道, 有别的女人了。 我眉头抬了一下, 看向了王娟。 童姐, 男人这东西是靠不住的, 王娟抱着我儿子, 逗着笑了笑道, 女人呢, 就是得靠自己, 靠儿子。 哟, 小乖乖, 你妈妈以后要靠你了。 我看着王娟的样子, 笑问道, 你也是儿子啊。 是啊, 大胖小子, 王娟笑着回了一句, 却只看孩子, 不看我。 我平时不太喜欢和婆婆多说话, 现在家里多了个月嫂, 倒是可以说上几句。 傍晚, 老公下班回来了, 刚进门, 王娟就放下了孩子, 主动上前道, 李哥回来了呀。 说着, 王娟就主动上前帮老公接过包, 又蹲下来帮老公换拖鞋。 我看到这一幕, 心里有些惊讶, 这小月嫂还真会来事, 还帮着主人家换鞋。 我和老公生活这么久, 老公下班了, 我最多帮忙接个包, 帮忙换鞋这种事, 还真没做过。 一旁婆婆从厨房里走过来, 见到这一幕, 便连忙道, 哎哟, 小娟啊, 这是哪要你做的呀? 你去陪孩子就行了。 没事, 王娟笑着道, 李哥上一天班, 那么累了。 李哥, 你快坐下, 我帮你泡杯茶。 我坐在沙发上, 看着老公和王娟。 有那么一瞬间, 王娟似乎才是这个家的女主人, 而我就是个旁观者。 老公似乎也没想到, 王娟这么热情, 表情有些不自然道, 不用了。 小娟, 我们请你来是照顾孩子的, 你不用管我, 照顾好孩子就行了。 没事, 王娟依旧很热情, 泡了一杯茶笑着道, 水都事先烧好了, 泡一杯, 你上班一天都累了, 解解乏, 过分热情了。 我看着心里不舒服, 便道, 小娟啊, 天不早了, 我老公也回来了, 你先回去吧, 明早再来。 王娟脸色明显僵了一下, 婆婆在厨房里笑着道, 不着急的, 小娟在家里吃过晚饭再走吧, 马上就好了。 婆婆这么说了, 我也不好多话了, 我看着王娟又去陪孩子, 便使了个眼色让老公进卧室, 老公进了卧室, 反手就关上了门, 我随口问道, 这个王娟从哪儿找来的呀? 怎么了呀, 老公看出了我的不高兴, 坐在床边将我搂在怀里道, 我也不知道妈从哪儿找来的, 她惹你生气了呀。 我靠在老公怀里, 摇着头, 我就是觉得她太会来事了, 对孩子热情也就算了, 对你也那么热情, 你看刚才那样子, 又是给你换鞋, 又是给你倒水的。 老公乐了, 你吃醋了呀, 你吃这个醋干嘛? 人家是专门做保姆的, 就是伺候人的, 这些不都是她分内的事。 你别乱想了, 我乱想了吗? 老公说的话也不是没道理, 毕竟人家是来做保姆的, 端茶倒水什么伺候人的事 做得自然顺手了。 我又低声道, 她没老公, 还对你那么热情, 现在这种小保姆心思鬼着呢。 你想什么呢? 老公笑着道, 她没老公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你不会以为我会看上她吧? 我有这么好个老婆, 怎么会看上她呀? 听到这话, 我露出了一些笑容。 吃饭的时候, 婆婆对王娟的态度很不一般, 似乎对王娟比对我还好。 吃完饭, 王娟走了, 婆婆还不忘让老公送王娟下楼, 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晚上, 我躺在床上, 脑袋昏沉沉的, 各种错乱的梦境混在一起。 我梦到了老公和王娟在一起, 两个人陪着孩子, 就好像一家人一样。 而婆婆在一旁看着我, 眼神中透着冷漠。 与此同时, 一句话语在我脑中一闪而过。 女孩, 四尽三两。 黑暗中, 我惊得一下子睁开了眼睛。 我大口喘着气, 脑袋里混乱一片, 只想着刚才梦境里的那句话, 女孩, 四尽三两。 孩子的哭声响了。 我回过神, 看向了一旁的婴儿床, 也顾不得其他, 上前抱起了孩子。 老公在床上也醒了, 迷迷糊糊看了我一眼道, 孩子哭了呀, 是不是饿了呀? 可能是饿了吧, 我看着老公迷糊的样子道, 你白天要上班, 先去客房睡吧, 我哄孩子就行了。 老公没多说, 应了一声, 就出了卧室。 已经半夜三点了, 我抱着孩子喂夜奶, 又从抽屉里取出了出生证明。 出生证明上有我和孩子, 以及老公的所有资料, 我低头看了看闭着眼吃奶的儿子, 难道真的是我想多了? 第二天一早, 王娟就来了。 一夜没睡好, 我就将孩子交给了王娟, 然后在卧室里补觉。 临近中午, 我脑袋昏沉沉地睁开了眼, 穿上拖鞋就走出了卧室。 本来我是打算去洗手间的, 只是刚走出房间, 我就见到王娟抱着孩子坐在沙发上, 正在给我儿子喂奶。 不是用奶瓶, 而是用他自己的奶水给我儿子喂奶。 我见到这一幕, 一下子清醒了, 连忙走过去道, 你, 你做什么呢? 王娟见到我, 脸上挂着一丝笑容道, 童姐, 你醒了呀。 孩子饿了, 我给孩子喂喂奶。 我心情复杂, 伸手抱过了孩子道, 谁让你用自己奶喂的? 没, 王娟松开了孩子, 解释道, 刚才孩子饿了。 我不知道奶粉在哪儿, 阿姨下去买油了, 我又没敢打扰你。 我就想着我自己也有奶, 就给孩子喂了一下。 童姐, 你放心吧, 我身上没病。 真的, 我身上没病。 王娟虽然解释着, 可是我心里很不舒服。 这时候, 婆婆从外面回来了。 婆婆见到我们站在客厅里的气氛不对, 便问道,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吗? 阿姨, 王娟连忙解释道, 刚才孩子饿了, 我不知道奶粉在哪儿, 童姐又睡觉了, 我就想着我自己也有奶, 给宝宝喂了一下, 童姐有些不高兴了。 婆婆听到这话, 笑着道, 小童啊, 这有什么不高兴的? 以前皇上都是奶妈子喂大的, 我大孙子有个奶妈子喂, 不也是皇上了? 再说了, 小童有健康症的, 就是喝口奶, 没事的。 以前乡下孩子还有喝羊奶长大的呢, 人奶还比不过羊奶了。 是啊, 童姐, 王娟点头道, 现在好多妈妈奶水不够, 还和别的妈妈买奶水呢, 都没事的。 我知道不至于有事, 只是刚才王娟抱着儿子喂奶, 一脸轻易的样子, 让我看着实在不舒服。 我对王娟道, 反正你别给他喂你的奶, 家里有奶粉, 实在不行, 你也可以叫我。 交代完, 我就抱着孩子进了屋, 我坐在卧室的阳台上, 给孩子喂着奶。 孩子似乎已经吃得差不多了, 没一会儿就睁大了眼睛看着我。 我看着怀里的儿子, 亲了一口, 心里的阴霾也消失了。 童姐, 就在我陪孩子玩的时候, 王娟端来了一杯花茶, 满脸歉意道, 童姐, 刚才的是对不起, 我给你道歉。 我不知道, 你会介意我给孩子喂奶, 你要是介意的话, 我不给孩子喂救世了。 对方满脸歉意, 我也不好捧着脸, 便点头道, 没事, 我也不是怪你, 我就是不习惯别人给我儿子喂奶, 你以后别喂救世了。 王娟将茶送到我面前, 笑着道, 知道了。 娟姐, 喝杯茶吧, 阿姨说, 一会儿要吃饭了, 先轻轻嗓子。 平日里, 我喜欢喝花茶看书。 王娟此刻给我泡茶又道歉, 我倒是有些自责起来了, 感觉自己是不是有些过于计较了。 谢谢啊, 我谢了一声, 然后将孩子交给了王娟。 王娟抱着孩子, 亲密地逗了逗, 看着我道, 佟姐, 我其实挺羡慕你的。 单位那么好, 婆婆对你那么好, 家里条件也好, 我听说你们家有四五套房子呢。 我随口道, 其实也算不上好, 笔上不足, 笔下有余吧。 这世上有钱人多了去了, 我们这才哪跟哪呀? 谁说的, 王娟正色道, 苏州市里四五套房, 那不得一千多万家底了。 而且我听说呀, 这两年, 房价还得涨, 不过现在苏州好像限购了呀。 我点了点头, 接着话查道, 是限购了, 我好几个同事想买房都买不了。 有些想把房产暂时过户给亲戚, 也不放心。 怎么能过户给亲戚啊? 王娟看着怀里的孩子, 笑着道, 要过户, 当然过户给自己孩子啊。 这小子, 长大了有个四五套房, 到时候, 小姑娘还不跟在后面倒着追。 我看着自己儿子, 也是笑着道, 等他长大了, 我肯定要给他房车都准备好了。 不过呀, 也不能让他真肯老, 男孩子还是得穷养, 让他学会自力更生。 童姐说得对, 王娟笑着点点头。 日子一天天过去, 王娟在家里快一个月了, 我对王娟的热情 已经慢慢习惯了。 不过有件事, 让我依旧很介意, 我发现他抱孩子的时候, 孩子一饿就喜欢往他怀里钻, 找奶喝。 我感觉王娟还在背地里 给孩子喂他的奶水, 只是平日里我也没看见, 自然也不好说什么。 直到那天早上, 王娟来了之后, 我躺在床上, 有些心浮气躁地等着。 大概过了半个小时, 我听到了孩子的哭声, 随后门口传来了 细微的脚步声。 我知道外面有人 在听我房间里的动静, 我躺在床上没动, 房间门被人轻轻拧开了, 然后又关上了。 没一会儿, 孩子也不哭了。 我穿上鞋, 轻手轻脚打开了门, 然后快步走了出去。 王娟和孩子不在客厅里, 我直接冲到了客房。 果然, 王娟正在给我儿子 喂他的奶水。 王娟见到我, 神情僵住了, 慢慢站起了身子。 我很生气, 质问道,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让你不要给孩子喂奶, 你怎么又偷偷 给他喂你的奶? 佟姐, 我, 王娟满脸委屈, 婆婆从厨房里走了出来, 见到我, 便直接用手推开我, 嚷着道, 你发那么大火干嘛呀? 吓到孩子怎么办? 是我让小娟给孩子喂奶的, 你要发火, 你就冲我来。 人家给孩子喂几口奶怎么了? 给家里省点奶粉不好啊? 你现在又不上班, 就那么点基本工资, 家里吃喝拉撒, 都靠我儿子一个人。 奶粉钱就不是钱了呀。 我听着这话, 目瞪口呆。 先不说家里的房子和车子 都是我家当初买的, 就老公那点工资, 每个月打足了, 也就七八千。 我虽然是产假, 可是银行福利好, 各项待遇加基础工资, 到手的也不比老公的少几分。 这些不重要, 我也不想为了这事跟婆婆争什么。 我急声道, 我不喜欢别人给我孩子喂奶水, 我跟她说过, 孩子饿了可以找我。 找你有用啊, 婆婆冷着脸道, 你自己多少奶水, 你不知道啊。 就晚上喂两顿, 有时候还要泡奶粉。 让你喝鱼汤下奶, 你说味道腥。 让你喝猪蹄汤, 你说油, 怕发胖。 你就说, 我这个做婆婆的, 还有哪儿对不住你啊? 我不想和婆婆争吵, 便上前想要抱过孩子。 可是我一上前, 王娟却把孩子紧紧抱在怀里, 步步往后退, 婆婆也一下子拦在了我面前。 这什么意思? 我连我自己儿子都不能抱了。 我震惊地看着婆婆, 急声道, 妈, 你干什么呀? 这是我儿子。 是你儿子, 我又没说不是你儿子, 婆婆依旧拦在我面前, 开口道, 你现在情绪不好, 伤到孩子怎么办? 你先回卧室, 孩子让小娟带着, 等你情绪好了再说。 我伤到孩子, 我又不是疯子, 我儿子比我自己命还金贵, 我宁愿自己死, 也不可能伤到自己儿子啊。 我看着王娟抱着孩子, 满脸警惕地看着我, 心里火气更大了。 我推开婆婆, 伸手就要去抢孩子, 可是我没碰到孩子, 婆婆一下子抓住了我的头发, 将我按在了地上。 你推我? 小婊子, 你胆子大了呀。 推我, 婆婆说着, 一巴掌已经抽在了我脸上, 叫骂道, 动不动就给我脸色看。 老跟我腰五喝六的, 我看你怀孕让着你几天, 你真当我管不住你了。 我告诉你, 只要我活着, 这个家轮不到你张狂。 推我, 我打不死你的。 婆婆几巴掌打在我脸上, 我真被打蒙了。 我拼命用手护住脸, 嘴里尖叫起来。 婆婆打了我几巴掌, 又唾骂道, 我今天跟你说, 想过下去, 就给我放乖点。 不想过, 就滚, 我让我儿子跟你离婚。 还有四套房子, 都是你们婚后财产, 里面有我儿子一半。 我脸上被打得火辣辣得疼, 但是听到这句话, 心里却震惊了。 我没想到, 婆婆居然说出 这么不要脸的话。 四套房子都是我爸留下来的, 这些年, 家里好多事 也都是花得我自己的积蓄。 而现在, 婆婆居然还想着 我和老公离婚, 要分走一半财产。 我想反击, 可是婆婆常年做农活, 我根本不是她对手。 我被婆婆死死压在地上, 动弹不得半分。 阿姨, 别打了, 王娟走进卧室, 喊着将婆婆劝开了。 我披头散发地坐在地上, 头发都被婆婆抓掉了好几缕。 我没有哭, 却心如死灰。 婆婆指着我, 又骂了一句道, 还止不住你了。 小婊子, 在跟我凶, 打不死你的。 我全身颤抖着, 好一会儿才起身走进了卧室。 我在阳台茶几上拿起手机, 拨通了老公的电话。 老婆, 什么事啊, 老公在电话里问道。 我全身颤抖着, 咬着牙开口道, 李峰, 我们离婚。 家里房子都是我爸留下的, 你们李家别想分道一间。 房子是我的, 孩子是我的。 你和你妈给我滚, 滚出我家。 老婆, 怎么了呀, 老公在电话里急声问道。 我哭着挂断了电话。 王娟从外面走进了房间。 我回头看了一眼, 咬着牙骂道, 你也给我滚。 王娟退后了一步。 我拿着手机, 看着阳台外面, 擦着眼泪。 就在我准备给小姨打电话的时候, 王娟在我身后靠近了, 不等我转身骂出口, 我只感觉脚下突然一悬, 整个人一下子被王娟推出了阳台。 我惊慌中抓住了阳台的边缘, 王娟看着我的眼神很慌乱, 拿着我的书就砸在了我手上。 我手指剧痛, 松开了阳台, 一下子从楼上摔了下去, 也不知道撞在了什么上面, 落地那一刻, 只感觉全身五脏六腑, 一阵阵剧痛, 随后失去了意识。 再次睁开眼的时候, 我已经躺在了医院的病床上。 病房里, 老公和婆婆都不在, 只有小姨一个人坐在边上。 小姨见到我醒了, 明显松了口气道, 小彤, 你醒了呀? 你怎么样了呀? 我是小姨呀? 小姨, 我抓着小姨的手, 刚要说话, 病房的门就打开了。 老公走进了病房, 满脸疲倦地来到我面前, 开口道, 小彤, 你醒了? 小彤, 你怎么那么傻呀? 妈脾气不好, 她做的事不对。 你有什么事, 等我回家再说呀, 你怎么那么想不开跳楼啊? 我跳楼, 我睁大了眼睛看着老公, 小姨也是对我道, 你这丫头, 怎么那么想不开呀? 还好下面两家晒被子, 给你挡住了两下, 要不然你命就没了。 明明是王娟把我推下楼的, 现在老公却说我跳楼。 我不知道是老公站在了王娟那一边, 还是王娟骗了老公, 说是我自己跳楼。 但是我已经意识到, 事情比我想得要复杂。 我静静地看了老公许久, 老公的手在我面前挥了挥道, 老婆, 你没事吧? 我回过了神, 问道, 孩子呢? 你别担心孩子, 孩子有妈和小娟带着, 不会有事的老公开口道。 王娟还在家里, 我闭上了眼睛, 脑中一个个念头闪过。 好一会儿, 我才开口道, 李峰, 我们离婚吧。 房子是我爸留下的, 而且还没过户, 轮不到你们家分。 我们结婚四年, 家里存款还有十三万, 属于我们共同财产, 一人一半。 车两辆, 一人一辆。 孩子是我的, 不是你的, 你要征抚养权, 可以起诉。 老公拉着我的手, 急声道, 老婆, 你说什么胡话呢? 我知道我妈这一次不好, 她不该打你。 我让妈给你道歉, 我让她回老家。 孩子才满月, 我们怎么能离婚呢? 我挣脱了老公的手, 冷声开口道, 我死过一次的人了, 我想通了, 我也看透你和你妈了。 还有, 孩子是我的, 不是你的, 你现在给我滚。 最后一个滚字, 我几乎是吼出来的, 老公被我吼蒙了。 一旁小姨劝着道, 李峰, 你先出去, 我劝劝小童, 你快出去吧, 别刺激她了。 老公被劝走了, 小姨关上门, 对我劝道, 小童啊, 你别激动啊。 事情我听说了, 你那个婆婆真不是个东西, 说就说, 怎么能打人吗? 不过李峰这个孩子还是好的, 两个人过日子不容易, 互相让着点, 孩子这么点大, 哪能说离婚就离婚啊? 我深吸了一口气, 摇头道, 小姨, 事情没那么简单, 很多事你不知道。 小姨复杂地看着我道, 算了, 我不强劝你了。 你这孩子, 从小就倔强, 当初要嫁给她的是你, 要离婚的也是你, 反正你想清楚。 我给你出去弄点吃的去, 你休息休息吧。 在小姨起身的时候, 我拉着小姨道, 小姨, 那个孩子可能不是我的, 我要做亲子鉴定, 帮我安排时间。 我被王娟推下楼, 婆婆和王娟都说是因为吵架, 我想不开自己跳的楼, 老公也说我情绪很不好。 这件事我不是不能辩解, 但是简简单单地报警, 也未必能够查出真相, 所以我决定自己复仇, 一定要让他们三个人都付出代价。 我在医院住了五天, 老公每天都来陪我。 前两天没敢进门, 直到第五天, 我才答应跟她回家。 小姨不放心我, 跟着我一起回了家, 打算照顾我一段时间。 回了家, 婆婆和王娟已经走了。 老公将孩子送到了我怀里, 脸上挂着笑容道, 月嫂我已经辞了, 妈也回老家了。 老婆, 以后我们带着儿子好好过日子, 我一定照顾好你。 我看着怀里的孩子, 没有多理会老公, 对着老公道, 明天我要去一个地方, 你跟我一起去。 老公追问道, 去哪儿啊? 我没有说话, 反手关上了卧室的门。 晚上, 我看着面前的孩子, 心里纠结, 一夜未睡。 如果这个孩子不是我的, 那我的孩子又在哪儿? 第二天一早, 我和小姨还有孩子都早早起床了。 老公听到我们的动静, 也从客厅里走了出来道, 老婆, 我知道错了, 我以后一定照顾好你和孩子。 我们今天要去哪儿啊? 你不会真跟我离婚吧? 我不答应。 我挣脱了老公的手, 然后走进卧室道, 今天我们不去民政局, 跟我去下医院。 医院, 老公愣了一下, 问道, 我们去医院干嘛呀? 你身体又不舒服了呀? 我没有回话, 抱着孩子就下了楼。 楼下, 老公开车带我们到了医院。 医院门口, 老公对着我又关心道, 小彤, 你身体哪儿不舒服啊? 前几天, 我预约了亲子鉴定, 我停下了脚步, 然后转过头看向了老公一眼, 忍不住流泪道, 这些天我总做噩梦, 总觉得孩子不是我们的, 我想求个心安。 老公睁大了眼睛, 从我怀里一下子抢过了孩子, 急声道, 刘宇彤, 你想什么呢? 孩子怎么可能不是你的呢? 还有你做亲子鉴定, 起码要跟我说一声吧? 我是孩子父亲, 你怎么能这么自作主张? 你是不是真疯了? 我就是想求个心安, 我大声道, 一旁小一见, 我们吵架, 便劝着道, 好了, 好了, 你们小两口, 怎么又吵啊? 小彤, 要我说, 这就是你的不对, 要做亲子鉴定, 也是李峰去做, 孩子从妈肚子里出来的, 总错不了, 人家李峰没怀疑你, 你倒好, 自己要给儿子做亲子鉴定。 小姨这么一说, 老公也嚷着道, 就是要做也是我做呀, 我还没怀疑你呢, 这样, 你要看儿子是不是亲生的, 我去做好了, 孩子如果是我的, 那你总该放心了吧, 对, 小风去做, 小姨搓我脑门道, 要是做了不是小风的, 看我不收拾你, 我看向老公, 最后点头道, 好, 我陪你上去, 你去做, 我抱过了孩子, 跟着小姨和老公上了楼, 到了遗传学科, 小姨已经安排好了一切, 医生给老公还有孩子采取了血氧, 我们就抱着孩子又出了医院, 车上, 小姨笑着对我道, 看你忧心忡忡的样子, 我特地让人安排得加急, 明天就能出结果, 明天中午, 我给你们来拿报告, 那就麻烦小姨了, 老公脸上挂着笑容, 一边开车, 一边对我说, 你呀, 别整天疑神疑鬼的, 到时候鉴定结果出来了, 肯定是我儿子, 你就放心了吧, 我看着老公在镜子里得意的样子, 没有多说, 等待了一天, 中午, 小姨去拿亲子鉴定报告了, 我将一大早准备好的西服和衬衫放到了客厅里, 这一套西服, 是当年我们结婚的时候, 我给他亲自挑选的, 一共花了一万六千八, 平日里他也舍不得穿, 老婆, 老公看着客厅里的衣服惊讶道, 你把这件衣服拿出来做什么呀, 我平静开口道, 李峰, 今天你穿这件衣服, 如果鉴定出来, 孩子是我们的, 我们就一起出去逛逛街, 散散心, 晚上吃一顿饭, 忘记前面的事, 以后好好过日子, 但是有个条件, 你妈不许进我的家门, 我没说如果不是, 老公走到我面前, 将我搂在怀里, 笑着道, 老婆, 你想什么呢, 孩子肯定是我们的, 我们以后好好过日子, 我不让妈来救世了, 我被老公抱着, 心里却痛到了极点, 下午, 小姨带着鉴定报告回来了, 小姨将报告直接放在了桌上, 对我们道, 报告我没看, 你们自己看, 不管什么结果, 都别乱来呀, 你开吧, 我将报告放在了老公面前, 老公打开了鉴定报告, 笑着道, 这还看什么呀, 肯定是我儿子, 鉴定报告打开了, 老公脸上的笑容很快凝固了, 我拿过了鉴定报告, 直接甩在了李峰脸上, 怒声道, 李峰, 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一年前就出轨了, 你出轨了, 在外面生个儿子, 你和你妈就把我闺女换出去, 把你儿子带家里养, 你以为我和这个孩子没做亲子鉴定, 我三天前就做过了, 本来, 我以为这真是你亲生儿子, 没想到, 现在连这个孩子都不是你亲生的, 你把自己孩子丢出去, 让我养别人儿子, 我的孩子呢? 你把我孩子弄哪儿去了? 老公脸色慌乱, 拿着手机和车钥匙就冲出了家门, 我想追过去, 胸口却疼得瞬间 瘫倒在地上, 小姨扶着我道, 小童, 你别急, 我去找, 你在家等着, 你放心, 我去找, 一定把孩子找回来, 孩子不会有事。 小姨追着老公出了家门, 我好不容易止住胸口的疼痛, 才一步步走进了卧室。 卧室的婴儿床里, 那个男婴静静地睡着, 这个男孩 不是我的儿子。 我生的是个女儿, 我记忆并没有偏差, 有那么一瞬间, 我也怀疑自己记错了, 只是婆婆和王娟的种种行为, 让我心里产生了一个可怕的猜测, 我的孩子被换了, 还是老公知情的状况下被换了? 我看着孩子, 孩子是无辜的, 只是孩子他妈却不是无辜的。 临近傍晚, 小姨抱着一个孩子回来了, 老公满身狼藉地走进家门, 见到我一下子就跪在了地上。 婆婆也冲进了家门, 见到我, 满身颤抖地跟着跪在了地上。 老婆,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老公跪着认错道。 婆婆也是慌忙开口道, 小童啊, 是妈不好, 都是妈的错。 你要怪就怪我, 都是妈不好啊, 你别怪小枫, 妈给你认错, 妈给你磕头。 婆婆在地上跪着磕头, 又一巴掌一巴掌, 扇在了自己脸上。 我没有理会眼前的老公和婆婆, 伸手接过了孩子。 孩子瘦瘦小小的, 一双大大的眼睛盯着我, 眉宇间跟我很像。 孩子伸出了手, 我眼中含泪将脸贴了过去, 他的手有些凉, 凉得我心里一阵阵刺痛。 我好不容易止住泪。 小姨在我身边开口道, 孩子是你婆婆和一个老保姆带着的。 小童, 孩子没事, 都是妈的错, 但是妈不傻, 这是我亲孙女, 妈也疼她, 妈也舍不得她。 婆婆满眼含泪说道, 我气急返笑道, 舍不得, 舍不得你还把我孩子丢出去, 让我给你养别人儿子。 哎, 都是妈的错, 妈和小枫都被那个贱人婊子骗了。 我, 我打死自己, 婆婆又一巴掌一巴掌扇在自己脸上。 我深吸一口气, 看向老公道, 你打那个贱人了? 打了, 老公慌忙点头道, 婆婆也连忙点头道, 我也打了, 我把她往死里打。 那个婊子, 真不是人, 居然骗我们。 我看向小姨, 小姨也点头, 低声道, 打得不轻, 满脸是血, 都晕过去了。 老公对着我连连点头, 露出讨好的笑容。 我看着这对母子, 感觉可笑。 很快, 楼下的警笛声响了。 几个派出所民警进了门, 其中两个见到李峰, 一下子将李峰按在了地上。 婆婆吓得慌忙上去拉着她自己儿子, 却被两个警察也按住了。 我们都被带到了派出所。 王娟被打了, 晕死了过去, 因为伤势过重, 和老公衣服上化妆品粉末严重的过敏反应, 被送进了急救式抢救。 我将王娟的孩子交给了警察, 录完口供之后, 我没有管婆婆和老公的死活, 带着自己女儿去了小姨的家。 卧室里, 我看着怀里的孩子大口喝着奶水, 心里满足地笑了。 孩子早产。 婆婆请的老保姆照顾得虽然不错, 但是身子还是瘦瘦小小的。 小姨走进房间, 看着我, 将一份亲子鉴定报告放在我面前道, 当初你爸活着的时候, 让你别嫁给李峰, 你偏嫁。 现在知道了吧, 一家子都是畜生。 对了, 你怎么知道那个孩子不是他儿子的? 我哄着孩子, 头也不回到, 猜的。 反正你也准备好了另外一份, 就算那个孩子是他的, 他暂时也不会知道。 小姨看了我一眼, 最后拿起亲子报告, 丢进了垃圾楼里。 小姨出去了。 我站在阳台上哄着孩子, 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 或许该笑, 至少我摆脱了这么恶心的一家人。 手机响了, 我按下了接听键, 里面响起了李峰的声音。 老婆, 我错了, 我对不起你, 老婆, 我真的错了, 李峰在电话里哭着道歉。 我深吸一口气, 开口道, 还有呢? 你帮帮我, 李峰在电话里急促道, 刚才律师说了, 王娟在重症监护室, 伤得很重。 要是处理不好, 我和我妈都会坐牢的, 要坐好几年牢的。 老婆, 我知道错了, 你们家关系多, 你帮帮我。 我擦着眼角止不住的眼泪怒声道, 我为什么要帮你? 你和你妈这么对我, 还要我帮你? 凭什么? 看在孩子的面子上, 李峰急切道, 孩子还小。 他不能没有爸爸呀。 听到这话, 我忍不住笑了, 笑得身子发颤。 李峰结巴问道, 老婆, 老婆, 你怎么了? 我觉得你可笑, 我冷声道, 李峰, 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前面做的那些破事? 你觉得你在外面搞女人, 我还会给你生孩子吗? 你和你妈安心坐牢吧。 李峰急声道, 你什么意思? 老婆, 你说什么呢? 你猜, 我笑着吐出两个字, 随后关闭了手机。 一年前李峰出轨, 我发现了蛛丝马迹, 只是找不到真实的证据。 再加上, 我和婆婆关系恶劣, 所以一气之下, 趁着李峰醉久的时候, 给她连着打了四个月避孕针。 只是我做梦也没想到, 王娟会用她和别人的孩子 缠上李峰。 而婆婆为了抱她的假孙子, 更是用一张假的出生证明 将我的孩子换了出去。 如果不是王娟上门处处 对李峰献殷勤, 还把孩子当亲儿子养, 再加上王娟从来不化妆, 孩子对化妆品有天生过敏, 恐怕我永远不会怀疑 我养着的孩子 居然会是别人的。 从医院醒来之后, 我唯一的念头 就是确定 孩子是不是我亲生的, 所以私下里 让小姨帮我提取样本, 去做了亲子坚定。 果然, 那个男孩根本不是我的儿子。 我必须报复, 我必须让李峰、 婆婆和王娟三个人 都要付出代价。 我知道李峰不会承认 孩子交换的事, 同时会阻止我和孩子 做亲子鉴定, 所以在我和小姨配合下, 李峰自己和孩子 做了亲子鉴定。 而李峰知道 孩子不是自己亲生儿子之后, 他一定会带我 去找回自己的女儿, 同时依照他和婆婆的性格, 绝对不会放过王娟。 再加上那件结婚西服上 被我撒下了 劣质粉底和香水, 如果王娟真和孩子一样 都对化妆品过敏, 肯定生不如死。 故意伤人致重伤, 根据刑法, 至少三年有期徒刑, 如果王娟死了, 那就是十年以上 有期徒刑, 无期徒刑, 或者死刑。 我想过李峰会伤人坐牢, 但是我没想到 婆婆会上去帮忙 一起打王娟。 果然, 重男轻女的婆婆 只是看中 王娟怀里的男孩罢了。 或许, 有一天, 李峰会想明白 其中的事情, 但是他永远不会知道, 在发现他出轨的时候, 我去酒吧 借酒交过仇, 却意外被人下药, 误打误撞 怀上了孩子。 孩子不是他的, 怀孕的时候 我有过愧疚, 但是我现在 毫无后悔。